同学们好 这一周的现代礼仪课呢 我们仍旧要学习第六章 社交礼仪 我们是要学习这一章里面的第四 迎送礼仪和第五节 通讯网络礼仪 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第四章 迎送的礼仪 什么叫迎送呢 迎送就是指因公务活动而安排的迎接和送别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哪一些礼仪礼貌呢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迎接的礼仪 迎接里面第一点要注意的呀 就是准备的礼仪了 其实一路走过来 准备这两个字似乎是在我的讲课当中提的最多的了 准备准备再准备 只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你后面的细节 后面的环节 才可以顺利的进行 所以同样的迎接工作也应该首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准备哪些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了解情况 了解对方来访的人 人数 对方来访的人员的职位 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行程的安排 这一次到访到底有哪些工作 有哪些事情是他们要做的 是不是这个当中还包含有外出旅行等等 要了解所有的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要确定规格 这个规格在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了吗 礼仪的中间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针对性 所以对方是什么级别 什么职务的人来 那么你们这边迎接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级别的人出面迎接 出面接待 包括住宿的规格 用餐的规格 用车的规格 等等 就是确定接待的规格 第三个呢 就是要布置好环境 包括会议室的环境 谈判签字的场所的环境 甚至于包括来宾所有会经过的地方的 这样的环境 比如说指示牌呀 比如说会议室里面的文具呀 甚至于小道餐巾纸等等 要布置好这样的环境 第四个呢 就是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安排 接待人员的安排 然后车的安排 会议室的安排 餐饭的安排 住宿的安排 每一个细节都应该要注意好 并且呢 可能被迎接的人当中 他们有一些个性的一些特殊的要求 你可能还要了解这些情况以后 做一些特殊的安排 所以首先这个第一个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准备的礼仪 好 那么做好这样一些准备以后 第二个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接待的礼仪了 接待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标志标牌 要非常的清晰 让来宾走到哪个地方 想要找到哪个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 这是第一个 标志清晰 第二个呢 就是要做到迎客热情 微笑 握手礼 名片的递送 其实前面的那些见面里 包括这种措辞非常的热情 表情特别的热情 等等这一些在前面见面里当中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同样在这个接待当中是可以用上来的 好 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查点招待 在会客室 在会议室 准备当地的水果 准备当地的这种热门的水果 准备茶水 纸张等等 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 让客人到来以后 能够喝到茶 吃到这种点心或者水果 能够消除旅途当中的这种疲劳 所以真正有一种冰至如归的感觉 这是接待礼仪当中要注意的 要做好的第三个环节 那接待当中要做好的第四个环节呢 就是陪同访问 有的时候呢 你自己对自己的单位公司 自己所在的城市非常的了解 可是客人来了以后 他可能会觉得很茫然 很无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外出访问 或者在就在你们公司 某个部门 他想要看到的东西 都应该有专人的陪同 有专人的这种讲解 这些呢 就是在接待过程当中 我们所应该要注意的 这些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